十五年来在台北举办了十届的粉乐丁 创造了无数珍贵的记忆 第一届粉乐丁碰到台风 艺术品损失惨重 还好一群勇敢的策展人和艺术家 六年之后卷土重来 才有年年精彩的粉乐丁 而且要完成这十届的展览 志工的力量非常重要 有学韩文的学生 他自愿为韩国艺术家担任翻译 有一些志工必须爬上很高的音架 帮忙布展 累计有1500人当过粉乐丁的志工 粉乐丁十五年里共举办了十届 这个在台北东区街头的当代艺术展 让许多人愿意在炎热的夏天 出门看艺术品 粉乐丁我会想到什么 约会了 这约会给很多层次 当然第一个他很适合大家去约会 第二个他好像是一年一度聚集很多人 跟这个城市约会 我认为粉乐丁最大的魅力是在于他逼你出去逛街 逼你出去走路 你必须去流汗 你必须去开门 去敲门这些店家 甚至是门宅 或者说是一些废墟 或者是只是一个砖角 你可能会错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富邦艺术基金会2001年举办第一届粉乐丁展览 那年遇上台风 艺术品毁了大半 六年后他们卷土重来 但粉乐丁依然得和夏日台风对抗 不过这更显得艺术家和策展团队勇气十足 这个艺术环境也好 艺术家也好 在我们大家的合作方式里面 让他们越来越有自信 越来越能够发挥自己 我们这些二十个喜欢艺术的工作者 我们不会因为环境 或者是因为气候 或者是什么样的困难 反而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 要一起前进 十五年下来 粉乐丁创下了不少惊人记录 With a total of 500 exhibition locations Ida has also accumulated over 3.83 million visits a number that far exceed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aipei Over the past decade 这些数字背后 还有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粉乐丁累计参与志工人数 将近一千五百人 他们是粉乐丁走过 十届的重要工程 我们要拯救这个道 阿福平 志工是最能了解我作品状态的人 有观念出来到意志的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要手作 在他们来帮我工作的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这样的状态他们都看到了 我知道第一次有听说要爬赢甲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怕 因为我很怕死 然后第二次 可是第二次就 我就一直在那边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 对吧 然后而且编号还蛮有成就感的 而且之后就可以 大家来看的时候 不论作品或大或小 展前布置期间导览 以及最后的收尾车展 都有一群年轻志工在帮忙 团队总干事熊传慧 也把家人拉进来当志工 2013年曾经只是 韩文初级班的女儿 出马为韩国艺术家当翻译 应该是前年吧 因为我在学韩文 我就被妈妈抓去当翻译 其实那时候韩文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在她的情况就很紧张 因为她也很急 她想要赶快把艺术品挂上去 我也很急 因为我觉得我联络不到 我找不到她还有东西 就两边都很急 然后她急了之后 她也就越来越大声 然后我就想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深入 她为什么做这个艺术品 为什么她开始做艺术 或者是怎么样 她会跟你讲很多细节 芬乐丁促进民众与艺术家的交流 在公共空间 闲置空间之外 曾经进入书店 餐厅 服饰店 法廊等等 在逛街消费时 无意间与艺术偶遇 我觉得芬乐丁帮忙的人太多了 你想象都想象不到 也许只是一个 告诉你五金行在哪里的一个人 人是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艺术家 从我们的团队 这么多的志工 到社区里面所有的店家 它其实搅动 真的就是人的关系 结合艺术家 志工 还有民众的参与 芬乐丁15年来 为台北构筑出一段 珍贵的集体记忆